哈喽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的是2019年中国银行杯全国象棋冠军电视会计赛第三次决赛 蒋川先手对赵欣欣的第二盘对局 第二盘他们合了,所以这盘是决定性 那么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往下看 先手,蒋川,炮二平五 赵欣欣,马发金星,马尔金山,居酒平八 那么这时候,蒋川选择,炮八平六 第三步,居还没出,那么先平四脚炮,比较冷门 那么有趣的是,这局面上一次出现 就是在2018年向甲借进先手对蒋川的一盘对局当中 那么现在蒋川先手采用,肯定有一些新的想法 那么此时,黑方比较常见的硬法是马尔金山 那么红方可以马发金七,黑鞠平二,居酒平八 那么不过实战赵欣欣选择的是炮八平九,形成三步虎 那么黑方抢先让左鞠也是合理的选择 那么也可以避开比较流行的套路变化 这个时候,蒋川选择马发金七 马尔金三,居酒平八,居平二 那么以上双方正常出指 那么这个时候,蒋川选择的是兵七金一 准备马七金六,形成这个协调的阵势 那么这个局面比较少见 曾经只出现在2015年巨龙茅山杯冠军邀请赛 陶汉明胜刘大华 那么当时,刘大华选择的是逐七金一 那么这个也是合理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赵欣欣也是犹豫了一阵子 当然这个棋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选择就是 居八进五 但是这部棋,红方可以选择一个兵五金一 那么如果黑方不是的话 这个时候红方有一部冰三金一的手段 那么如果黑方吃兵,红方再马上进五,捉居 那么如果居退回来,居平二 这个棋,一方的直立都不好动 红方明显优势 所以回到实战 结果赵欣欣选择的是居八进四 巡河居 这部棋显得稍微比较保守 但是也比较无垫 那么蒋川,居平二 对居不让黑方顺利的对三组 这个棋,如果黑方选择避开对居的话 那么红方可以 不是 那么以后居二进四或者过河 红方还是保持先手 实战当中,赵欣欣对居 那么选择了逐七金一 活七路马 那么这个时候,蒋川考虑了一下 现在居八进六是比较明显的选择 那么从实战的结果来看 这个如果先居八进六 蒋川可能 估计的是赵欣欣会平炮对居 那么如果红方对居 也没有什么便宜 那么如果不对的话 那么黑方可以推炮 接下来平炮打居再不是 黑方完全可以抗衡 那么如果红方比如说跳马 黑方也可以居二进六 那么这棋当然还是红方小先手 但是蒋川实战当中选择了 比较含蓄的走法 就是先马骑进六 那么这也是自然的选择 不过跟先过和居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黑方可以抗衡进六 把风居 我觉得这部棋还是比较积极的 因为如果红方马尔进三 现在黑方就可以不适 我个人认为黑方可以满意 不过实战当中 赵欣欣也是有他的想法 向上进五 也是稳健的选择 那么蒋川就跑步由于居八进六 压住黑方的居马 那么红方的先手还是比较明显的 实战当中 适时进五 那么先不对居 赵欣欣的这部棋 有一点挑衅的味道 那么引诱红方居是足 那么当然赵欣欣也是想寻求一些反击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这个棋 第一方是直接平炮 对居 可能他估计蒋川会直接 对居 那么马六进西 那么现在有服炮六进五的一个先手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同方可以简单换子 那么同方多兵这个棋 斩局兵显优势 所以这个棋 赵欣欣选择不是比较含蓄 那么当然蒋川也正常 竹子把马跳上来看黑怎么动 那么实战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画面 赵欣欣进入了一个思考 那么目前是落后两分钟 那么他最后的选择应该说比较难想到 不过他的意图呢 也是比较明显 就是想保留局面的复杂 甚至有激烈对空的机会 那么现在剩下唯一比较明显的走法 就是平炮对居 那么应该说这部棋 如果红方是平居压马黑方 仍然可以像实战那样 实现这个 巨炮 前进进攻的一个计划 不过这个棋可能他估计 蒋川会简单的对居 那么 这个棋就形成一个马炮的残棋 那么 应该说蒋川的马炮残棋还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尽管这棋黑方残棋也不亏 但是以赵猩猩六脉神剑的功力 可能想避开这方面的争斗 所以实战他选择了一部主九进一 这部棋的意图就是想逼红方赤主 如果红方改走比如说普世的话 他的意图就是炮九进一 那么准备主三进一 中主打局 这个棋 红方就没有什么便宜 所以实战当中 蒋川还在进行一个思考 那么 最终 蒋川当然还是不是弱 选择了一个 举法平棋 当然这部棋也是比较积极正确的一部棋 当然他是在考虑 鞠吃足之后的变化是什么 因为黑方肯定 就是低杆 扔成体炮 这个棋是非常连贯的手段 准备平炮在成体区进行反击 因为这个时候 赵猩猩当然是算准 同方不敢吃马 否则马七进六 炮打鞠 如果鞠退步 那么黑方通过先棋后取 应该说取得一个很满意的局面 所以这棋 赵猩猩最后当然还是选择这个成体炮 但是这部棋就是低估了 红方也有攻守兼备的一个手段 那么 这个棋同样进炮 也可以考虑炮二进四 准备平三打鞠 那么如果红方 兵器进一的话 这个棋炮打鞠是一个先手 那么等红方飞向 这个棋黑方可以鞠二进五 先手也是坐马 那么 如果红方退马要鞠 当然红鞠也在坐着红马 黑马 那么黑方可以把鞠退回去 那么接下来可以炮九进一 打鞠 马戏进六 那么黑方 这个棋完全也可以抗 实战 赵猩猩猩选择炮二进七 当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 桑三就走兵器进一 这部棋攻守兼备 准备平鞠盖住鞠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整体炮的位置 黑方就没有鞠二进五捉马的手段 因为退马 是一副捉双 那么鞠还咬住黑马 所以 黑方也只好 鞠二进八 那么 应该说骑虎难下 桑三平兵 这部棋既可以鞠首相 那么又威胁吃马 那么比如说 黑方不管炮二平一 这个时候红方就可以吃马 因为 现在进马的时候 红方可以退去守住马 那么实战 黑方选择保留这个马 退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 桑三也没什么难度 继续兵六进一 准备吃中组 这是积极的下法 那么局面至此 红方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 鞠马双炮兵都投入了战斗 黑方目前只有鞠炮在进攻 不足以形成的威胁 那么实战 当然赵欣欣 依然还是按照原定计划 平炮准备成体鞠 进行骚扰 那么 这个棋 当时 就是 同方 实战选择的就是 兵六平五 讲穿 这部棋当然也是比较正确的走法 那么以后 可以通过兵四项 打通 中路 中炮的一个方式 那么 这棋我们 再看 赵欣欣选择 炮 G二进一 当然这个棋 赵欣欣本身也是攻杀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对手 那么我们看 讲穿也是犹豫的一下 当然他现在 实战选择马三退五 保向 那么首先 考虑这个项可不可以弃掉 那么比如说 如果 同方选择一个 比如说 平兵 准备 压马 黑方 这个时候可以炮打下 那么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棋 A方可以准备 跳马 那么如果同方 马六进四 那么这棋 A方可以先 做G 那么比如说 G平开一步 那么黑方马之边兵也有手段 因为下一步服退炮 周围一子 那么 如果说这个时候 上王帝 那么当然 黑方可以通过 交将 那么在平炮 准备退一 吃死红炮 这个棋 黑方也是 有攻势 所以实战当中 蒋三选择马三退五 这步棋 波心马 手臂步 也是比较稳妥 那么黑方 当然毫不犹豫 就炮九进四 打边兵 准备 打一个中兵 那么 这个时候 红方不能并武进一 因为黑方可以马七进六 那么如果你在并武进一 这个马吃下来 应该说黑方反而优势 所以蒋川实战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选择冰三进一 这步也是正确 必然的走法 跟黑方抢速度 那么尽管黑方 走得非常的强硬 这个棋 对空中 红方还是明显优势 那么现在 赵新星还在思考 应该说 这棋 他已经起一栏南下 那么 比较客观的走法 可能就是 G2退一 这个棋 那么 准备G2平四 下棋 那么 如果红方 马五进七 内方可以G2平三 那么 那么这个棋 再平一步 红方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棋 黑方可以考虑炮一平四 准备支炮 那么红方如果换掉 这个棋 黑方还可以下 那么 客观上 可能比实战伤好 那么 但是赵新星 以他的风格 当然想保留一些进攻的机会 所以 他选择的是 那么 直接 主席精英 支兵 那么 这个棋 蒋川也好不由于 兵武精英 这是一副好棋 打破黑方的防守线 那么 红方由此 攻势应该说 势如破阻 那么这个局面如果你们是黑方 你们会怎么走呢 这也是赵新星现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如果 相吃应该说是败招 因为红方可以通过炮打马 减兵的手段 如果试吃的话 那么 炮打中向 下一步推炮 这个棋 红方 选择 所以 这个棋 赵新星 也 毫不由于 逐气进一 那么 想尽办法 以攻带手 当然 赵新星的考虑就是说 现在 兵吃室也 表面上看 还没有入局 但是黑炮 打中兵是一个威胁 如果实际上 在这个局面 红方有一部 比较严厉的手段 你们能猜得出来吗 好 如果你们能想到 G7进3 那么 攻击你 你的攻杀能力 非常的厉害 如果黑方 比如说 炮打兵 显然不行 因为兵武精英 吃吃 G吃是一个杀起 那么如果说 一项吃兵的话 那么应该说 通过这样的 一个转换 红方 明显盛势 实战当中 蒋三并没有走 G7进3这部棋 反而走 直接兵吃室 当然这部棋 也没什么问题 只是进攻的节奏 慢了 那么这个时候 蒋三选择 马六退7 马咬G 暗中保护中兵 如果炮打 显然不行 因为马之G G还看住效 那么 可能蒋三觉得 比较容易掌握 实战当中 赵新选择G2退7 也不忙 实际上这个棋 炮一平三打上 也值得考虑 因为如果红马吃的话 那么一下 现在A有平炮打中兵的手段 较僵 那么G如果一离开 马就脱根 而且红方也当然 不太肯对G 所以这期 如果说红方 进中兵炮打边兵 黑方还可以纠缠 当然实战当中 赵新选选择 对G 保留炮 也是无可厚非 那么 掌转G7兵3 这部棋好奇 红方还是牢牢控制住局面 黑方依然不敢置中兵 否则G4足 那么如果对炮的话 炮5进1 下一步再炮6-5 那么对炮之后 连向红方稳战优势 实战 赵新选选择 逐棋平6 这部棋 讲转走的也是分 老练 通过对此 虽弱黑方的子力 发挥多是多项的优势 实战这个时候 我们看出赵新选择2平6 这是显示出 他一心想保留子力 与局面复杂 但是忽略 红方潜在的手段 这个棋 应该走炮9平5 比较稳妥 那么 红马如果吃 足吃是捉双 所以红方如果炮打足 这个棋 比G2平4 黑马不肯 不敢吃炮 否则狙砍抵视 是个杀棋 那么 红方 马 炮都被牵制 对红方考验比较大 当然红方有这步棋 趁H不敢离开 强行吃黑马 不过 内将也可以平出来 总的来说 比实战还要好 实战当中 G2平6之后 讲转 炮打足 应该说 黑方白丢一个足 还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 足没了 就对红方没有什么威胁 那么赵新兴也无奈 只好吃炮 讲转吃马 那么 应该说 黑方现在 底下被威胁 也只有飞边向 那么以下 这个棋 局面至此 应该说 红方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 这个时候 讲转 目前在时间上 也是领先 一个半分钟 应该说 不过他也意识到 局面已经优势了 所以 马五进三 当然这个时候是好棋 那么 捉炮 黑炮 陈底 这个时候 红方 也没什么难度 马七进六 他走了 那么咬追 黑方 只剩下 但是在中间 根本没有能力防守 红方 局马炮的攻势 实战 他选择 局六进一 当然如果进二的话 也不行 因为红方 局三平二 准备杀起 那么这个棋 红方 依然胜势 赵新兴选择 局六进一 对红方 马炮 进行一个牵制 这个棋 实际上 红方可以选择 并武进一 这个时候 那么再冲中兵 这个棋 也是正式 不过实战 蒋川 也是比较 老练 体现出 这个老练的实力 选择先 率武进一 那么摆脱 双炮的牵制 那么炮 中炮也有根 那么也方便 红马 可以移动 那么赵新兴 也毫不犹豫 出将 准备进行一些骚扰 那么蒋川 退局 准备 对局 那么这部退局 当然是比较稳健的选择 当然实际 像炮打式 也是十分的严厉 准备下一步炮平二 那么 居马炮 也是 非常的迅速可以入局 但是这个时候 蒋川选择对局 准备对局 那么赵新兴肯定 不让炮打式 那么 不让红方 居三平四对局 这个时候 红方 当然也 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 那么 那么 蒋川 也正在思考 以什么方法 可以最快入局 实战当中 他选择的是 马六进五 准备马五进三 那么 再 在 较将 再吃中式 当然这个棋 值得一提 出帅 准备上市 也可以 那么 第一 红炮打向 再对局 这个棋 可能还比实战 要好 实战当中 当然蒋川选择 马六 进五 那么 准备 马五进三 那么这个时候 赵新兴也是 无奈 那么 实战他是通过 赵江 在炮打式 那么这个棋 局面至此 当然 红方 也 肯定 对局 那么 对完局之后呢 应该说 物质力量 虽然是差不多 但是 红方 炮双马 明显比 黑方的双马 炮位置 要好很多 那么 眼看 而且红方 也可以 马上对 黑将 组织进攻 这个棋 当然实战 他们后来 也是走到 应该说 黑方 比较顽强一点的 一步棋 就是退炮 防守 那么如果 上帅 那么 黑炮 可以平中 进行对 红方的一个牵制 那么 这个棋 当然 如果 黑炮 可以换红炮 或者说 可以换掉 其中 红方的一个马 也算是 满意的一个交换 所以 这个平中炮 先制 应该说 还是比较顽强 实战当中 赵猩猩 选择马四进二 准备 跳马出来 但是已经太迟了 那么蒋川 马五进三 交将 赵猩猩 平中将 那么结果 马失势之后 这个棋 依然有连续手段 以下双方 也是时间比较紧 所以 迅速的 现在到蒋川 也是剩 39秒 对赵猩猩 26秒 所以 基本上也 没有太多时间 思考 那么现在 马三进五 应该说 已经 盛世牢牢 控制住了 那么 将六进一之后 炮五平四 这部棋 蒋川一走得出来 应该说 基本上已经 胜定了 这个棋 那么尽管 赵猩猩 还是非常顽强的 进行一个抵抗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这个结果 应该是 没有什么悬念的 那么 蒋川 现在剩下 16秒 也是 十分的紧张 不过 现在 连终兵 也准备要 渡核 那么 这个棋 下一步 眼看就要 兵五进一 黑将 也被红马 这个 挖脚马 控制住 完全 动弹不得 应该说 平率之后 摆脱中炮的牵制 以下 兵五进一吃马 无可避免 那么 最后赵猩猩 选择 平一步炮 威胁吃红炮 不过 这个时候 蒋川走了一步 起 应该说 马上 不让赵猩猩 认输 就是兵五进一 下一步 进中兵 就是杀起 那么 这盘棋 过程还是 比较 精彩 那么 蒋川赢了 这盘棋之后 就拿了 第三名 应该说 还是体现出 他快棋的实力 那么 赵猩猩 这盘棋输了 当然还是比较可惜 但是 希望 从中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 攻杀的手段 今天就 讲到这边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